2012年對許多粉絲來說都是不平靜的一年 從元旦開始就有偶像退團的消息 JIP娛樂在1月1日突然發布聲明 取下團體Day6的JAY由於個人因素 從2021年12月31日起推出團體並和公司解約 出道已經超過10年的APIC 在4月8日宣布團員納恩退團 之後將會以5人行事活動 讓許多老粉絲感到晴天霹靂 OMIGURL成員指呼在出道7年合約到期之際 決定不和公司續約 4MIX9人氣成員張規麗也在7月時終止合約 並推出團體以後將應演員活動 不同於前輩有不同的人生方向 從Losela Finn出道前就深陷負面新聞的 金家蘭被粉絲聯合抵制 在停止活動兩個月後 最終還是宣布退出團體 而ONUS的Levin則是因為被爆出 酒醉、性侵、恐嚇前女友等私生活爭議 黯然離開團體 另外還有許多新人團體 都在今年經歷人員變動 才說到一年多的Lycen在10月突然宣布 成員輝言遲暗的退團消息 所述的Cube娛樂並未詳細說明原因 讓粉絲難以接受 另外還有PurpleKiss的璞智應 因為持續身體不適和焦慮症狀決定退團 在5月宣布暫停活動的Trader 成員方議談Marshall 半年後公司YG娛樂突然發出公告 宣布兩位已經正式解除合約並退出團體 到了年末12月 才在MAMA獲得最受歡迎新人獎的NMix 過沒幾天JIP娛樂突然跑出震撼蛋 宣布成員經理退團 僅表示是因為個人因素 並未說明到底是什麼原因 她在出道前已經當了7年練習 身世先毫無任何徵兆 讓粉絲超級錯愕 只希望2023年娛樂圈可以平靜一點 心臟實在難以承受啊